美国于5月30日表示,中国战斗机在国际空域南中国海附近对一架美国军机进行了一次不必要的激进机动。 美国印太地区负责的军事指挥部在一份声明中称,中国的J-16飞机上周进行了这次机动,并迫使美国RC-135飞机飞过其尾机湍流。 此类拦截事件偶尔发生。去年12月,中国一架军机与一架美国空军飞机距离仅10英尺,迫使后者采取规避机动以避免在国际空域发生碰撞。